快手都他妈是剧本 哎小球 小球大哥谢谢 对吗 这东西你甭管有没有格局 或者你拉着下拉不下这个脸 要真能拉下脸 商量好弄点剧本太牛逼了 小球大哥谢谢你 对吗 你说是不是 大家看他热闹 你也能挣钱 大家消费也开心 你说现在闹的就是 你一单独一波 我单独一波 就跟我们现在都一样 都各自拉的跟狗一样 小球大哥谢谢 靳哥昨天三点我知道 他天天带我节奏我知道 小球大哥破费了大哥 还想抱他 那次十手抱了一千 这次就没那么容易了 上次 上次一百万元点出一千 这次就没那么容易了 对吧 你要说 咱说实话做直播为什么 挣钱呀 对吗 但是换句话说 你为了挣钱 对吧 你拉下了面子 去琢磨 去维护这些关系 大家都一起挣钱 多么好的一件事 他就串狗做不了 我也做不了 哎 小球大哥谢谢 没事没事 没事 没包出来 没事 下次再说 我跟我媳妇也说过这事 我说多好的一个东西 但是事以愿违 就是因为不团结 这个钱也挣不到 甭说串狗 我不也一样 对吧 你像我们这个天天播的还累 天天就得点人气 你说能 你说累吗 也挺累的 谁不愿意多挣你 但是这个钱怎么挣 这就是俗称 你们所谓说的格局的问题 二零啊 谢谢那小球大哥 所以就是说嘛 本来一个能挣钱的东西 好好琢磨琢磨 其实就是因为 可能互相拉不下脸 玩不到一块 甚至不团结 大家做不到一起 哎 胡伯爵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咱就闲聊天啊 所以你往好了 三斤 你往好了 说这是一件好事 你往不好了 说 这钱谁他妈也别挣 咱都互相看着 都他妈不挣钱就行了 谢三斤 这事 你把谁叫过来聊都没事 但是团结是一个致命的东西 给你买法拉利行 喝点了 你是准备买几个缸的法拉利啊 你说吧 颜色什么的 我给你订你 我送你一法拉利 你给我刷一超火 没问题 对吧 所以说很多东西 你想的特别好 你实行起来很困难 就是你明明知道 这么干能挣钱 但是 可能永远也拉不下这根脸 去说那件事 黑色加拉花 行 刷吧 媳妇一会儿把钱提出来 一会儿给他订车去 那一会儿我就下了 你刷吧 刷我下了 我赶紧给你订车去 金刚打 应该没现货 总现货 没有 到底懂 懂做 对吧 就明明你知道这个东西能挣很多钱 但是双方都拉不下脸 即使你拉下脸 人对方可能没理 人家也不给你这台劲 所以这就是什么 沟通问题 包邮澳洲 可以 刷吧 马上包邮 没有问题 20 不叫事 法拉利算啥 回头等你回北京 搁在北京 给你安排一个3000平米的大别墅 大平层 大别墅 我给你准备了 光他妈用人 一米一米八的模特 就他妈给你请20个 你们家保姆都得开奔驰S 麦巴赫出行买菜 要出去不开这种车 出去太丢人寒陈 行吧兄弟 你们家马桶边都必须得镶金边的 拉一次屎就磨损0.0001克的黄金 也就是说 每天你在家洗澡拉屎都是一场消费 戴手镜有用了 啥玩意儿 金刚大哥心情好点没 我们家保姆都是坐飞机出去买菜 卧槽哥 那你这菜上离你们家太远了 谁要拉下脸聊天记录 对对对对对 老头说的没错 谁会拉下脸去发语音也好 发视频 然后被别人曝光会觉得说 人家拿这个证据买一个好变成你这人想骗大家的钱 可能他会买个好你的人品就完了 或者说你的人设就一下崩了 所以这就是互相之间的信任 包括格局的问题 不过S在我这都是弟弟 你甭说S在澳洲是弟弟 现在奔车S在他妈的中国都他妈是弟弟了 一百万的车现在买的人也挺多的了 原来你看马路上 稍微多点了四五十万的车 你在看看现在这这几年 左一辆一百万 右一辆二百万 一会来个劳斯 一会来个宾利 习惯了 现在一百万的车都感觉算穷逼开的车了 你不像说那会儿 卧槽 你在马路上开个一百万的车 商务车 牛逼 百分之八十九十的回头率 现在一看你奔车S迈巴赫 普通车 信任你这不天天报微信 问人家问人那谁常在河边走 这东西我没什么可跟你解释的 所以我跟你说的一件事 人在报就是人在遇到问题的同时 你这个人就明显双标 你没有做错的事 或者你没有做的事 人家给你编故事 你说你有证据你曝光吗 不是解释不清楚 就跟一个普通正常人受到了违法的行为 我有假如啊 我有监控录像 你说我报还是不报 我报了 我给警察你说我心急 我他妈要没报这个证据 你说我害怕了 所以常在河边走 等如果有一天你在社会上受到了不法侵害 你就明白我说的意思 就包括你跟朋友之间 你们有问题啊 或者说你跟同事之间有问题 你拿出证据 证明你没毛病保护自己 但是被别人说成了你这人心急 明白吗 啊 车神和斌子那些事 以前包括一样都是一些 鸡毛蒜皮 嗯 你要说鸡毛蒜皮的事 只能证明你不了解 你要说对于我们那会玩的确实挺好 但是确实人物玩人 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们我我可以负责任说 我没有编故事 但是你要觉得说 啊我这个人心急 我这个人人没有问题 你完全可以不用跟我玩 或者你完全你也不用看 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 我说到不法侵害 我拿出证据 我没觉得我自己有什么问题 你说到不法侵害 不管你去法院找警察 咱得有证据 反而现在的人心都变了 为什么 你拿出证据 会被人觉得说 你这人人品有问题 我这也挠头琢磨 我他妈保护自己 怎么变成心急了 就是说 在我们老百姓眼里 我们拿出证据 保护自己 反而变成了 我们这人有问题 所以常在河边走 这兄弟 我也不想多说 因为你也不了解 我们私下的事 就包括我们那会儿 17年跟易阳的事 包括车神跟瓶子 或者我跟车神的事 你并不太了解 反正这东西呢 你作为观众不了解也正常 但是我只能说 你喜欢看 你就看我 你要觉得我这人真的有问题 你看别人也没有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 你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不怕吗 因为我没做过 你懂吗 我并不是向你们说 你无尽什么都有理 问题我没有做 我凭啥承认呀 假如咱就说常在河边走 我当着这些观众 我说你做过什么事 给你编故事 你高兴吗 我没做过 我为什么要怕呀 对吗 我觉得是这样 你说那些天天冒充黑社会 要来我家杀我 杀我全家的人 我到现在都等着 也没人敢来 因为我没有做错事 你为什么杀我全家 或者你为什么要分 你为什么要威胁我呢 所以我现在能做的事情 就是说我没做 我不承认 我要做了 我一定承认 对吧 我觉得我现在自己 拨自己的也好 人气高与低 礼物多不多 我觉得反正正常拨呗 你要看得起我 你给我多刷点 你要看不起我 你给别人刷也没毛病 反正我只能说 我没做过的事 我为什么要承认 那您总不能逼着说 你看我不爽 你讨厌我 没有的事 你也能让我承认 那你觉得 那你都不诬陷我吗 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人无完人 人都没有完美的 事快满极了 你要真的 你要觉得我做错事了 我肯定害怕 我没做错事 我凭啥害怕 进阁拨到四十可以退休啊 看看 如果四十还能挣钱 那我肯定还得拨 所以问题 我没做 我凭啥承认呢 我现在就是 这个 就是我的 我的三观里 我还是比较认死理 就有啥话 你要真是误会 咱可以解释 但是没做的事 我绝对不承认 哈哈 就是这样 对吧 就至于你觉得说 我跟彬子怎么样 我也不想解释 我跟你说太多吧 你又觉得 哎呀 你无尽 你欺负老实人 那我跟你解释什么 你只看到 我说彬子 如何如何 但是在最早的直播 你却没看到 我怎么对着彬 包括直播 我怎么带着他 你只看到 现在可能 我说他哪不对 你会说我这样 但是我做的好事 你永远看不见 我现在想说的话 就是这样 我对人的好 你永远看不见 哪怕我往这一坐 我说谁的一句 不是操你无尽有问题 我觉得 大家看热闹 不能这么看 我觉得是 反正支持我的铁粉 真爱粉 知道就好 我跟你一个 不看我直播的人 有什么可解释 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 还有啥 我觉得就是 大家在社会上也好 我觉得没做的事 就不用怕 你甭管是在网络 还是现实 没做的事 一定不要人 对吧 我觉得就是甭管干什么 对吧 尤其受到不法 侵害 能有证据最好 保护自己 就是在这社会上混 必须要学会保护自己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不是孩子 我是成年人 哎呀 我没跟你说 做直播太累了 你但愿我私下去 接触这些事 可能都没人怎么骂 只是在直播上 很多人讨厌我 他宁可相信你这人坏 也不愿相信你这人好 你懂吗 在网络上就是这样 所以你对我的怀疑啊 或者怎么样呢 你随你 人坏还是不坏 我觉得通过看直播 应该是能看出来 对吧 反正你像他们那些 好多人说 我这人有问题 那我觉得也OK 你别看了 不就完了 我觉得是这样 防车防车 给你扔家了 防车做完了 扔家了 还想听啥呀 八哥 八哥你上班了 但是啊 咱说人这话 咱说实话 咱也不是说怼谁 就正常聊天 上班呢 真辛苦 上班还给我刷飞机 预设立场 没办法 可能说有一些 跟你们做主播也是 就是你们没做过的事 突然有一天 被人说这个 说那个 你们可能也会难受 很正常 人最基本的 一个本能反应 就是没做过的事 肯定不会承认 我觉得是这样 对吧 或者说被人冤枉 哎 勾认 我觉得被人冤枉 人的正常反应 都会第一时间 站出来解释 或者说不承认 我觉得这是 人的正常反应 甭管男女 中午还去游了趟泳 我都好久没游过游了 朝九晚五 我那会儿小时候 我那会儿小时候 我妈给我抱的游泳 我就老学 我还真会游泳 我发现自从长大了 我就没怎么游过一次游 我会游泳啊 我小时候就练过游泳 我真会 你会喝水 我真会游泳 你要说太专业的游泳 我不会 但是你要给我扔海里河里 我确实淹不死 我能扑通起来 我是淹不死的 因为我小时候 我就学过游泳 我妈过那块小时候 跟我抱过班 我会潜泳 几点了 三点多了 我再聊几分钟 我下了 下了拉泡水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的直播 应该是我开车 跟我媳妇去找车神 也可能在车神家里直播 也可能在外边直播吃饭 提前跟大家打上招呼 到时候你们要愿意 看看车神的玩具呀 还有车神的收藏 到时候晚上可以来直播间 盯着差不多十点来钟开播 静哥游个泳 庸池要下一策 好那么非常好 这大可天边学老曹说话 那么好那么非常好 金哥要跟胡四六没活 下波拉泡水 晚上看看能不能在他家吃 我是希望能跟他家吃 这么着一边吃呢 还能给大家看看他家那些玩具 但是你要说出去吃吧 我就怕你们想看玩具 好多看不见 你知道吗 出院出院下了 我八哥也破费了 然后那谁 彭先生也谢谢 啊是老曹晚上来 黑粉你还知道 我我我跟车神说 我说咱俩一块 我说你把曹哥也叫 而且车神也挺喜欢老曹的 我说那咱就一块玩呗 他们仨应该喝酒 我就喝矿泉水就行了 他们仨喝酒 我就别掺和了 我就负责喝点矿泉水就行了 记得别蹲太久 得志愁 怕我点好花生 我有时候是 我一吃多了 我就容易上厕所 那先走 晚上再来 行八哥赶紧去忙吧 大哥谢谢你 我出完烟我吓了 然后拉包水收拾收拾 晚上不是找老曹 晚上是我跟老曹应该 我带我媳妇老曹自己 我们仨应该一起找车神 老曹是你兄弟啊 我曹哥 我曹哥就这点牛逼 天天我看他没啥礼物 拨得还挺开心 我就特佩服他心态 没礼物 拨得还跟打鸡血一样 晚上再拼吧 我不知道晚上 他车神货老曹 谁会喝多 我估计我媳妇应该喝不多 但是我不知道车神 回头一喝激动了 我怕一会儿一把人 这房间又没有拨了 绑一打个没事 我们早就没事了 你说打的时候吧 当时骂的时候确实挺狠 但是后来这私下这一聊吧 确实也很多都是误 所以说吧 做直播就跟做买卖一样 多个朋友 多条路 换手望 谁也不愿意输敌 对吧 谁也不愿意说多个敌子 不是车神来 是我跟我媳妇 还有老曹 晚上我们去找车神 你曹帝都于一级底部网红 是他老天天说网红吗 好那么非常好 这不他的口罩啥吗 我看老曹也是天天直播疯疯癫癫的 所以可能说 我爱看的节目吧 一个像车神疯疯癫癫 一个老曹 我就特爱看类似疯疯癫癫的节目 反正如果我要是有钱人 你像老曹啊 或者那个车神 这种类似疯疯癫癫的直播 我还是比较喜欢 你要说吧 像我一样正常聊天 可能我要是土豪 我不怎么爱看 所以就每个人喜欢的点不一样 可能你这个主播越神神叨叨 疯疯癫癫癫 可能越吸引我看你 所以你就盼着吧 有一天如果我要有钱了 我也可以超级皇帝 我也给我喜欢的主播 我也刷点礼物 你像车神老曹 我都刷礼物 包括飞卡 给高哥也可以刷点 给大叔也可以刷点 就每次去吧 三弟就不给刷了 三弟他妈的心想太小了 而且三弟这人他妈的 不刷钱就是懒了 不给他刷 雪拿瑞我也不给刷 那基本你去安定应聘个保安 不好吗 这我让过分了 别和三弟 我知道 这我放心 这你放心 这是打击 大哥再不刷礼物 也不能骂大叔 你是老曹司机 你问他 大哥你还是老曹司机 你可拉倒吧 我曹哥天天气 他妈瘸逼乐 你他妈还当他司机呢 不过你知道 我印象最深老曹最牛逼的一次 是去年我玩房车 压老曹那个 压老曹那瘸逼乐 压坏了 压那车没法执行 只能倒车 我记得特清楚 压曹哥跟他妈东智门嘛 压生倒车倒回家的 跟马路上 我特佩服 那会应该是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 压真牛逼 压那电动车 那个瘸逼乐 出问题了 前进不了 只能后退 压那看反光镜 声给倒回家去了 我记得 那时记得最清楚 所以当时我觉得 曹哥真挺牛逼的 真你妈很 不愧是斗鱼 他妈网红 真你妈很 倒车倒回家了 我吓了不说了 拜拜 早点休息了 拜拜 晚上见了 拜拜 顾得白 晚上见兄弟们 你们也休息休息 希望你们多挣钱 多挣钱 那晚上到时候来 多刷点礼 二零我吓了 不说了 我赶紧拉泡水 拜拜 晚上见拜拜 走了 拜拜 找你太远了 算了 拜拜 二零弟弟 郭文拜拜 光速下不 嗯 大概是 这样 一 二 我 一 二 二 一 三